大家好,我是杰西 今天我们来做狗用途的桑巴辣椒 它几乎可以用在于所有辣的食谱 我们将避免阿桑汁 因为有些菜肴是不适合阿桑汁的酸味 有需要的一些菜肴自己即可添加 首先将虾米用水浸泡20分钟后洗净 用热开水浸泡干辣椒20分钟后洗净 这过程是为了去除干辣椒表面上的泥 虾米剁碎 椰糖切薄片 将所有调味料混合在一个碗中 鸡肉 气皮洗净并且切块 放入搅拌机 加水和不辣酱 搅碎 热锅 无油爆香虾米 然后加入搅碎的材料继续搅拌至到收汁 这个步骤 这个步骤是为了减少爆油 并可以延长沙巴的主存期限 记得要不断的搅拌哦 倒油 加入调味料和生涯的配料 再继续搅拌10分钟 散发就好了 冷却后装瓶子并组存在冰箱的冷藏室 谢谢收看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请点赞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